在汐止区西湾路一段211号的巷口 因为主干道西湾路车流量大 从社区停车场出来的车辆经常出路困难 日前更是几乎每天都有擦撞意外发生 因此在接获成情之后 今天上午议员周耀林服务处就前往现场了解 也将会安排会刊 希望能够增设红绿灯 就是这个路口只见从巷子出来的车子 碰上这一步接一步的车子根本出不来 得要停等之外也经常想冲突显向还生 这里是西湾路一段211巷口 里头是社区大楼的停车场出路口 只是要出这个巷口却不容易 这一阵子更是三天两头就车祸发生 那现在就是说最近车祸频频 有时候这里出来直线车非常速度的快 看到前面要赶那个红绿灯口 然后这边的转角要出去 那又看不到那个对角 所以说就发生最近已经发生 连续每天有一件的车祸 这边有两个社区 一个绝代连华 一个长亭序 那现在西湾路的车辆很多 所以这边刚好一个交叉路口 那三天两天都发生车祸 因为在前面的交流道口有红绿灯 有时候执行西湾路的车子 为了抢过绿灯 再加上从巷子出来的车子事先不好 就这么撞在一块实在危险 还有因为西湾路的车子多 行人过马路也难 地方就希望能够设置红绿灯 那现在那个车子车辆 居住居民多 车辆出路也很多 那希望说能够增设红绿灯耗制 因为人行都要过到 那个西湾路要过对岸的时候 希望能够有个按钮式的耗制 他们能够过 然后身影耗制的时候能够同步 红绿灯同步的时候 开放的时候 然后到西湾路这一段能够畅通无阻 所以老百姓跟里长来跟我们反映 希望这个地方来做一个耗制 所以我们今天来会堪以后 我们会请相关单位来会堪 会堪完了以后 我们再来做处理 虽然路口化了大大的黄色网状线 不过效果不怎么好 接下来 议员周朗林服务处也将反映相关单位 安排会堪 争取设置红绿灯 保障用路人安全 教程惠林 西纸采访报道